先给你们预告一下 有的话就大家继续收看 如果没有的话 那可能就会放到明天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来稍事等待一下 下一场是来到 小孩打合车 双方应该已经在进入了调试 另外呢 我们也是要跟大家再播报一下 刚刚可能有朋友会问 昨天酒吧比赛这边的一个情况 昨天酒吧的比赛 咱们就说四强吧 好吧 第四名来自广州的天机小马 一手非主流的EX模式 对 也是在比赛中发挥的非常的好 带给了我们很多的看点 小马第四 然后来自湖南的咪咪眼 第三赖巴 也是来自湖南的选手赖巴 亚军 最后小孩也是冠军 这样的话 一二三四名 这样的一个名次 今天的话 我们也是 还没有打出 仍然是双败抢五 双败抢五 现在在胜者组的 应该只剩下两个人 没错 就是B车和鸭王 他们两个是在胜者组 稍后也会先打出一个胜者冠军 那剩下的选手 除了我龙跟威威淘汰 剩下的四位 目前都在败着走 包括小孩 河池 阳光和剑岭四个人 好 二哥也是换上了一个黑色的口罩 好 换上了一个黑色的口罩 好了 双方也是金星了 刚刚调试了 刚刚刚刚这个 我七输啊 我们之间平背嘛 就不论输了 就是七号发微信人士说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他现在可能 他以为我在上海 他以为我在上海 但是咱们这个比赛在深圳 好了 这个胜率我就不说了 非常的罕见 二哥今天打这么好 还给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支持率啊 咱们今天比赛的地点呢 在深圳的红山 六九七九商场 玩家基地这一边 对在深圳 这边好像是深圳的龙华区啊 我一个外地仔 我也不太懂 反正是龙华区 这两天我光打车了 光打车了 好的这样的话 准备一下 进入比赛 好的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的人物选择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都是两个人各自的主力 这一手前跑的 普通头 C头 也是二哥没有反应过来啊 两千的拆头 兄弟们 我跟你们讲 其实两千的拆头并不是很难 相比主巴 或者相比零二渊的话 两千的拆头很慢 对 有的时候甚至你看到了动作出来 你再去做动作 相应的解头都可以拆 这一波 这下没有缺反 有点远了 有点远了 刚刚那位置如果再近一点的话 King的第一时间的反尤币也是可以打出一个百分之百的缺反赛斯 这下后跳又是一个赛斯打对方的乱动 而且这下是打到了二哥的一个前跑 瞬间形成了一波连招 这样的话最后一点血量 小孩想守一下这局的胜质 怎么说 空血 还是一手远C 这个远C也是嘴在了二哥前之后的收招 这样的话来看一下八神 一九八波 小孩是最后一点血了 小CD 小孩心里最完美的一个想法就是 对再种一下加圆主 没错就是这样 这个结果是小孩非常能接受的 非常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有的有的朋友可能会想 那万一他种这一下 比如人这个血量不够直接被带走怎么办 那就没办 对 但是如果你要他刚那个血量就直接加圆主 然后被对方打死他 小孩心里会愚怒 他有点不想认 好的先看一下这波 马力死了 二哥 不要搞 小孩这个逼晃得很快的 不要搞 不要这样 小孩的小孩啊 大家经常可以看到线上我们打韩国人的一些2000比赛 小孩的手速是我认为目前仅次于阿库玛的 比剑胜跟boss晃得都要快 仅次于阿库玛 阿库玛那个比以前来中国的时候 那几次线下赛嘛 我们就都打过 也都见他晃过 他晃的是真的快 那个跟有的人问过 是不是他开什么设定了或怎么样 韩国人之前倒是开过连法 但是阿库玛晃高晃过头的这个快 跟连法无关 他是这样 刚刚合适也是 本来八神还好吧 还好 但是角落里面想加资源 这个小孩晃得真的是快 千万千万不要千万不要给这种机会的 一比零 不多说 这下也是小孩的一个运气招 真的是运气招 二段中波 如果这个波打中的话 倒不敢说太运气 但是打在可以发波上的话 那就是真的运气了 这一波直接跳踢造成你听的一手防御 是马上前地的听断 好带走 二哥后两下打得非常稳 我没气的时候 你发二段波 我也就忍了 我忍你了 我有气 你还这样发二段波 那就不行了 好的 小跳的一个结诈 先是一个小跳跌 美国进来之后 也是一个下期前递确实 后跳跌圆柱 这下和之防得很坚决 我不动 等一下想 哎呦没了 两千之所以很多朋友比较喜欢 第一个是可能跟老作有点区别 第二呢 圆柱的运用 第三不一样的打法 第四就是我们可以经常打一些 比如韩国的一些比赛交流 什么的这种 那两千高手打 那打上就没有轻的了 不像酒吧那点几个轻角就完了 兄弟 这打上 少说也是30%到40个血 那半血百分之60%左右 这种太正常了 那九哥师哥也不是没有 所以说有的人曾经跟我聊过 说两千是一个相对来讲 自由度非常高的游戏 我个人是比较任何这个说法 对 说简单一点 你身后哪一代你敢起身乱生龙 对不对 两千可以 先生两个再说 好的 先看这一波 这两下跳低低点 前又是顶到了玛丽的一个跳 好的空中的后跳 正好吸 这下也是展的点位非常好 也是打到了小孩的玛丽最后的血量 这一波的相杀之后 小孩这边现在手握着优势的资源 三气三元准 但是二哥还有机会 小心了 这样的话 库拉还是损失掉一些血量 但是把自己的优势资源带了下来 装了5 这样的话 库拉只亏血 其他全是优势 这下想反驳 没出 该暴行现在应该 来了 但是这下八身也有精神的情况下 库拉其实是占不到便宜的 好开 但是这个时候 小孩的原住的优势体现了出来 这是二哥最后的机会了 精神里面赶紧扩张一些血量 好 赶紧先躲开你赛斯优势的位置 二哥打得非常的精神 非常的精神 带走 这个赛斯是一个绝对的变数 想吸头 合持 防御了一下 这下 我刚刚已经讲了 这下带走 但是小孩这个赛斯 瞬间的也是 颠覆掉了 上一局的局势 马上先接必杀 把血量打回来 跳膝控制力下起身 之后想打一个吸头 虽然说这 刚刚那一波吸头的时候 合持这边 身上有方应值 还是不会被吸头投中的 但是还是在角落里面 又被压了一手挑戏 瞬间的 应高速 好的 他们两个也是我们格斗界的一个狗 东西场 东西场两位 这下小孩跑过去 就是想先稳防一下 不管你可以堵圣龙 还是堵什么东西 我防是没毛病吧 但是这一下 合持仿佛看穿了小孩的想法 稍微过渡了一下 进攻击 马上前必杀冲断 这下 这下何时加圆柱 虽然说挑衅出来了 但是并没有气 这个就没办法 对啊 我这个是一个自己的意识的 就那个位置下必须是加圆柱 都不用想 他的 他可能真的就没有细看 有没有能量 这个不怪二哥 确实是这样 很多的高手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这一波前衣的空招 是很致命的 小孩也是打出了正常的一套脸 一气的伤害 怎么说 近脚 对 这下跑不了 有 这下有 血量拉近 前衣跟近身 起身怎么说 好吧 最后一下 二哥想磨血 这个反射角已经出来了 但是被玛丽的挑戏 截杀到了一个counter 这样的话 玛丽虽然血量也不多了 但是至少还是先一步的 见到了霸神 两个人的一波相杀 挑戏和霸神跳低 这样的话 最后一点血量的玛丽 站底摆一下安全 光位 好 这个前跑非常的灵性 第一个前跑本来是 就真的我只是想跑近一下 但是看到玛丽的那个尬高影跳 已经出来了 瞬间脑子里就很清晰 决定再一步的前跑 所以打出了这个二段 好停跑的这个效果 反驳 并没有接冰冻死刑 这样的话 可是还有机会 又是三元 就挑脚 对了 这下 库拉虽然一个 重的吹冰打到 长硬值 但是不能够跑过去 战士有 对 这个硬值算长 但是也没长到 这么夸张的地步 但是刚刚接一个影票的挑递 还有机会的 可是死了 倒是 没有必杀 好的 这样的话 现场也是给二哥抱一个掌声 刚刚那一下 我没想到小孩的援助没有 那个起身 上龙之后的 这下 好 这样的话小分 二比一 这一波的大连盾代入 挺难了 挑戏 在两千中 在两千中 像 配合东胀运助的话 像K八神赛斯 这三个人都是摸到你 就非死即将 都是大连的大伤害 那有的人说 那所有人都用东胀 不就得了 不是 东胀运助反正 中级里你要 做的 就是 责比较多 对 有些不确定性的小赌刀也要做 所以说 有些玩家会根据自己的性格来调整 他可能不太喜欢用东胀 有的用赛斯 有的用笔八神 甚至像韩国剑上 他还用 其家设 也用的 有板有眼 用的还不错 给我们展现到了 好的 圆柱 清仓又是一波的圆柱枪杀 没了没了 加圆柱吗 不加 这样的话 大概率小孩要 玛丽要精神开在第二人身上了 赛斯 不过打赛斯还是有顾忌啊 有驾招 怎么说 对 因为赛斯的这个驾招 所以两千很多人像什么玛丽 一样直接草地竞 这个什么 跳C地啊 跳地脚啊 这个你就会很顾忌 因为这 这个驾招只要中了 就是绝对的一个大伤害了 这个跑不了了 所以说 你 你找 先看这一波 死了 妈 有二哥 这个血量浇的有点快了 二哥 这个血量浇的有点快了 又是一手援助 打在了八千跑上 小孩这下 第一点跳C地 想要加援助 也并没有加出来 瞬间调整一下 马上前跑回来了 对 既然已经加不上援助 那咱就当九八蛋了 后跳C 这下也是截杀到了 二哥的八神 一个前跳的泽 血下B对空 八神现在很敢冲 而且是必须冲了 好的 这个反向的一个葵花 马上跟到东上援助 虽然很远的一个地域 但是还是打出了 前跑的消风 下C八只女 先一步结束掉了马力 刚刚那下反向的葵花 大家也可以学一下 比如说你发葵花 对方AB或者说大高跳 躲过来了 他在你的背面 有的人说 哎呦懵逼了 怎么办 反向的再画一个半游 就会出反向第三段 八神虽然不会扭头 但是虽然会打出 三段葵花的效果 这个时候 波拉进去要小心一下 八神的八指女对空 对 因为已经超出了自己赛斯的预计 没了 这下二哥一看C头也知道 放不过没血 血太少了 直接放进去 这样的话小分三比一 还是 King 来打这手K蛋 这个常规开局 二段波 还是 King 来打这手K蛋 这一下升龙其实没有任何问题 对 升龙其实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升空的话马上也是要补资源 这也是2000这一代的特色 这下远西对空之后立刻前跑打击头 这下虽然是有风险 但是也是双方的一个护者 刚那下如果怎么说 K是打出近点的升龙 就King这个近身将要拳打击头 起一打击线的时候 打出升龙 那就可以让这个拳直接死掉了 这下有东胀 下击前 因为这下虽然是裸发 但不是最近点 最近点的话是可以追一手高点跳逼逆效 韩国boss他经常打的这个套路 他看的很准 这个能够在反摇角东胀之后高点跳逼再反向打一套 在2000中只有一种可能 只有这个反摇必须是裸发 任何点招都不行 必须是裸发 而且是最近点 再看这一波 打盘两点之后 这下小孩也是没有敢确认这下有了 三加 击杀 这样的话这个赛斯打马力 说句实在话 二哥的这个驾招是并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 虽然说也有威慑力 导致小孩的马力不敢平凡的高跳 各种的跳跃来压制或者来接空 但是那只是第一步啊 后面还要做其他的动作 人家不跳了 他许多迷你了吧 好的 这下小孩也是失误 没有打到 这下赛斯白白的扔了出来 这个前跑虾中角 被马力的重角头投到了一下 这下哪怕吃一个生龙 何时都不变着 他都不许多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人家打出之后 后我下轻角是百分之百 是必然 但这个正角头就有点运气 好 后跳躲开马力的一个身位 然后骗到了小孩一手 后蓄力前轻角 马上一个前跳的小跳C 二哥这一手打的也是非常的有确认 非常的有确认 这一波看一下 说是应该不敢开气 对应该不敢开心身 就不应该把所有的鞋全打光 这样的话来到了小孩的机会 人家还有一颗赛斯呢 其实何时这一下打得非常聪明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下只要他的血量 因为他有金身 他的血量只要钢住这一下轻波 三段回花小孩必死 但前提是他一定要挺得住这一下波 那只要血量够就可以打出这个效果 这也是选手对自己金身的 对金身这个系统的领悟 加上自己的一个 怎么说 打法的东西 但是刚刚确实那个血量钢不住了 大家也看到 战C两段之后 这边发波 酷达一个战机接拨 没毛病吧 常规力 然后这边马上发生 就是一手葵花顶了过去 但是直接死在了地下 那个就没有任何办法 我只是想通过解说 向大家解释一下 何持刚刚的这个葵花 其实是高手所谓 真的不是 如果任何一个人 我不想费血 那我防就好了 对不对 如果说我金身防着东西 不掉血 掉血我也死不了 我还防一下 那下也是一个 肯定是打康啊 不用讲 那下肯定是打康 康达也是一个 1.35倍的血量 好的 这一小鱼二哥也是 K的 排头打得并不好 这一小分 想赢的话 可是必须要打出 翻盘 当然了 这是一句废话 大家都的 我想说的是 必须从八神这边 就 打好一点了 小孩本来中距离 牵制走得就厉害 力回攻击又好 K打太疯了 好 这下生龙角的 玉珠打了对方 一个小跳 在2000中除了 好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应该很多朋友 会有这样的疑问 因为我平常 直播的时候 很多人问过我 2000虽然说有 就开了金身之后 有18秒的霸体 对 很硬 对吧 很硬 霸体的话 对方的角色 在给 一直给出 恐怖判定的时候 这个他也不会被打断 对吧 好 那我来告诉你 有几种招是 可以打断金身的 首先第一是 突进性的乱舞必杀 举两个例子 比如八字女 比如说温妮莎的 反弱招拳 这两下都可以 还有一种招 就是直冰头 这个不多说 克拉克拉尔夫 马力都可以 第三种 驾招 就是当身 赛斯的当身 马力的当身 都可以 第四种 就是包括刚刚 听那个生龙脚 在内的一个 多段夹杂的招 听的生龙脚 然后 反弃捉摸的 这个前哟前拳 还有包括 林的生龙拳 都有这个效果 第五种 也是最后的一种 全勋空中的 正好正好脚的 必杀 可以打断金身 还有就是 鞭子的反映正好锡 也可以打断 这都是2000中 一些知识点 和大家分享一下 也就是说 大家知道 这个招的来龙去脉之后 你就会明白 这个金身并不是无敌的 但是他在某些状态下 是无敌的 这样的话 二哥也是 并没有能够打好 翻盘这一局 东西场两位的一次 交手之后的握手 二哥也是扬长而去 留下导师一人 在摇板这边 好的 刚刚也是 经过了这一轮的比赛之后呢 5比1小孩战胜了合车 二哥虽然中间的 几局都有机会啊 但是最后的那个枯拉 轻波 八身 中葵花没有刚过的那一下 心态也是有点爆炸 导致最后 小孩赛点局 4比1之后 可以打king 直接被拉了一个 大的略视出来 导致后面直接崩盘 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这样的话 二哥也是止步八强 小孩在败者组 继续前行 接下来 有个 对